听说人在临死时 脑海中会快速闪过自己的一生 这就是爱玛合眼前的回响 修道院内 疫情少女投顶书本 练习走资 爱玛就是其中的一员 她被封闭在这所修道院中 接受着贵族教育 仪态 绘画 音乐等 都是学习的内容 与其他人不同 别的女孩送读玫瑰经 有虔诚的信仰 而爱玛没有 她不愿被束缚 想要遵从自己的内心 在忏悔时 别人都虔诚地忏悔 而爱玛根本不知道 要忏悔什么 爱玛年幼丧母 父亲并不懂得 怎么去教育一个女孩 于是将她丢进修道院 她就像现代 无数不会教育子女的家长 将教育的责任 丢给学校 一直以来 爱玛的生活状态 就像一个 两耳不闻窗外式的高中生 全此单纯且狭小 大家都认为 爱玛不安适适 缺少自己的感情 让她去看小说 体会其中的情爱 爱玛照做 并沉醉其中 小说中的主人公 不是公爵就是子爵 这种中世纪的恋爱爽文 让爱玛充满对爱情的幻想 本就不甘束缚的爱玛 开始渴望得到 书中描写的浪漫的爱情 她以为结婚 可以实现她的愿望 以色偶遇中 爱玛结识了 乡村医生查尔斯 查尔斯爱上了 单纯善良的爱玛 而爱玛虽是农家女 但加紧殷实 两人门当互对 顺利地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今天是爱玛大婚的日子 她将从一个少女 变成包法力夫人 一大早她便喷洒香水 更换礼服 窗外正在为她 布置圣诞的宴会 此时的爱玛 生就十分理想 她以为自己以后的人生 将会和小说中 描写的一样浪漫 马车碌碌远去 从此爱玛会过上 另一种生活 婚后爱玛发现 查尔斯和她幻想中的丈夫 大相径庭 查尔斯不够体贴细心 两人奔波一路回到家 查尔斯忽略了 爱玛难受的表情 直到爱玛要求 才帮爱玛解裙子 新婚第二天 爱玛想和查尔斯腻歪一会儿 而查尔斯早早起了床 开始自己一天的工作 爱玛所有的心思 都在查尔斯身上 而查尔斯 除了是爱玛的丈夫 还是一名医生 她白天属于工作 只有晚上才能属于爱玛 查尔斯离去的时间里 爱玛只能守着空荡荡的房子 她翻出自己的礼服 那代表着她结婚时的憧憬 而现实的一切 都和想象中的浪漫相差甚远 爱玛只好自己给自己找事做 她将婚礼上用的手捧花 挂在窗户上 装点这个家 她在房子里转悠 熟悉这里的一切 还好善良的女仆 陪伴着孤单的她 彼时的爱玛 还是想做一名 秀外会中的好妻子的 她会精心准备晚餐 等待查尔斯归来 她满心欢喜地 端上取奇饼 却被查尔斯泼了一盆冷水 查尔斯说 她更喜欢吃水果 他们的生活习惯不同 查尔斯习惯早起 爱玛喜欢赖床 查尔斯喜欢简单 健康的食物 而爱玛喜欢精致 繁琐地烹饪 在婚前 他们就缺乏 对彼此的深入了解 尽管如此 爱玛依旧尝试 与查尔斯 建立更加亲密的关系 她问查尔斯出门一天 所遇到的趣事 而查尔斯向爱玛分享的是 放血疗法 文史盆刺等诊治手段 爱玛很难理解 医生专业领域的知识 同时也被查尔斯的分享 引起了不适 毕竟贵族的教育 可从来没有教他们 可以在饭桌上撩屎盆子 查尔斯同样也不懂得 欣赏爱玛的才能 爱玛会弹钢琴 但查尔斯从未关注过 她的琴音 更别说 爱玛绣得繁复地刺绣了 在这方面 查尔斯做的 还不如她家的女仆 至少女仆还会夸奖爱玛 烤得蛋糕很香 由此可见 两人也没有丝毫的共同语言 爱玛幻想了 琴瑟和鸣的婚姻 遇上查尔斯这个钢铁之男之后 破灭得十分彻底 巨大的落差 让她内心痛苦不堪 但她曾接受的教育 教她要顺从 守洁 她虽然对现在的生活不满 倒也过得下去 毕竟医生的家境还是不错的 坏就坏在 一个魔鬼优惠爱玛 打开了欲望之门 这天 家中到访了一个犹太商人 向爱玛推销商品 华丽的刺绣 顺和的丝绸 精致的项链 一件件来自东方的物品 都是爱玛梦寐以求的 贵族器物 爱玛还残存理智 她虽然很心动 但她还知道 家中的财力 无法支撑她购买这些奢侈品 而商人则说 可以借钱给爱玛 诱惑爱玛超减消费 她就是个奸商 爱玛坚持不买 她也不强求 只留下一本 介绍布料和衣服的书 虽然商人和爱玛 相处的时间最短 但确实最了解爱玛的人 毕竟不了解顾客心理 怎么能做一名优秀的奸商呢 她一眼就看出了爱玛 对婚姻的不满 和对上层生活的追求 单纯的爱玛 哪见识过 现实世界的弯弯绕绕 没有那么多心眼 定会被商人牵着鼻子走 稍加引导 就会坠入玉海 十九世纪的女孩子 也逃不过舵手的诱惑 毕竟没有什么 能比买买买和吃吃吃 更加疏解情绪 这段婚姻中 爱玛虽然吃喝不愁 但精神层面 一直没有得到满足 也可以说 正是因为吃喝不愁 才加剧了 她精神层面的空虚 一个疲于奔命的人 才没有时间奢望鲜花 小河边为了生活 而换衣的妇女 才不会如爱玛拉的丈夫 在泥泥的路上漫步 在查尔斯的一次朋友聚会上 爱玛结识了律师莱昂 这个帅小伙 是一个浪漫主义者 她见识过大城市的风光 也和爱玛有共同的兴趣爱好 聚会上两人相谈甚欢 爱玛沉浸在 找到知音的喜悦之中 然而一回到家 现实再次将爱玛搭进谷底 爱玛想在房子旁边 挖个池塘 打造一个美丽的花园 而查尔斯没有支持她的提议 十分现实地 将爱玛从寒风振振的室外 叫了回去 俗话说得好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有了莱昂灵魂共鸣的衬托 即使查尔斯已经学会了 在给病人医治时 朝正在弹钢琴的爱玛 回眸为笑 依旧无法打动 爱玛那颗厌倦的心 他们婚姻 正如那束手捧花 经过了这么长时间 早已落满了灰尘 已经招来了小虫 无法再回到最初的美丽 爱玛开始和莱昂约会 两人在绿音音的草地上漫步 莱昂送给爱玛一张地图 这张地图赋予了爱玛 对浪漫之都巴黎的憧憬 爱玛的生活因为莱昂的出现 有了色彩 两人的关系越来越亲密 但始终没有跨越最后的界限 但这种关系注定不能长久 没有几个悬性生物 会甘于一直做磁性的陪衬 莱昂是和爱玛 有很多共同话题不假 但他是一个血迹方刚的青年 他也渴望美丽的肉体 这天夜里 他向爱玛表白 企图和爱玛的关系更进一步 爱玛也以婚为由拒绝了他 这时的爱玛还被道德束缚着 他和莱昂的亲近 只是想要排解内心的苦闷 走到如今 要在婚姻和理想中抉择 这一步是他从未想过的 人的幸福和快乐 来源于对自我的约束 一旦开始放纵 烦恼就接踵而至 旧的困扰还未解决 新的困扰便又席向爱玛 他无法平复自己的内心 于是寻求神父的帮助 然而神父和查尔瑟一样 忙于自己的工作 并不能也不想聆听爱玛的心声 回到家中 爱玛面对的又是粗鲁的丈夫 并得知了莱昂已经离开了小镇 去了知恩的消息 人世间最痛苦的是得不到 比得不到更加痛苦的是已失去 现在爱玛因为莱昂的远去 彻底失去了情感的寄托 陷入更加无望的苦门之中 他如此评价如今的生活 我能想象到 这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这里虽然平淡 但不是我想要的 日子一天爱一天 索然无味 这是上帝的意愿吗 我的未来就像一条漆黑的长廊 镜头的门却被掩掩锁上 无法逃脱 苦闷之后 是对现在的生活更加的不满 他对商人送来的样本书上 附带的布料 欲加着迷 并开始与查尔斯争吵 希望查尔斯能带着他到大城市发展 妻子的心里已经很明显出了问题 查尔斯却不知如何疏解 只是默默地给爱玛添饭 他就是这样的男人 不会说话 不懂浪漫 所有的爱都在行动里 如果爱玛没有被迅无缥缈的浪漫蒙了心 怎会看不见查尔斯的好 马魁子爵要举办马会 邀请查尔斯和爱玛一同前往 这是爱玛幻想中的子爵的邀请 巨大的虚荣 转眼将他吞没 他去找商人订做廊贵的马符 欲望之门 已经被渐渐推开 这都是子爵的圈套 他第一次见到爱玛 就被爱玛与众不同的气质吸引了 作为一个经常老手 他有足够的信心得到爱玛 因为他既有身份也有钱 子爵有意无意给爱玛额外的关注 他将狩猎到的鹿角送给爱玛 甚至于偷偷表白 这满足了爱玛的恋爱幻想 然而带爱玛矜持地婉拒之后 子爵却以退为进 转身离去 这一招好似隔血搔痒 恋爱玛越来越难引一致自己的感情 他渴望能像小说女主一样 得到子爵的爱 而且在见识过 上层社会浮华的生活之后 他再也不能忍受自己 仅仅是小康的状态 爱玛要女仆穿制服上班 以体现身份 并且将商人叫来 在家中置办了一大批华贵的物件 现实和情感的双重不满 再加上子爵的推波助澜 令他鼓足了勇气 跑到子爵家中投怀送抱 子爵明白 爱玛对他只是站在苹果树下 却想要橘子的幻想 但仍旧和爱玛发生了关系 没有男人会拒绝送上门的女人 更何况这是他股心经营的引诱 华丽的服饰 美丽的房子和子爵的爱 爱玛得到了一切 但这一切都建立在金钱的基础上 虽然商人可以暂时借给他 但终究是要还的 于是爱玛逼把查尔斯 向大城市进军 爱玛替查尔斯接下了一个 复杂的外科手术 希望查尔斯能够手术成功 一举成为一名著名的外科医生 好能赚更多钱 而他也可以因此获得 著名外科医生之期的头衔 这巨大的虚荣 爱玛的幻想和行为 均已超出实际 他忘了查尔斯 只是一名乡村医生 他的资质仅限于此 手术的失败 打碎了爱玛的美梦 他明白 查尔斯不能支撑他的幻想 他希望子爵能够带他离开 一个头怀送抱 及爱玛逊人的农家女 怎么可能获得子爵的青睐 子爵不过是想玩弄他而已 他连面都没见 仅用一封信 就了结了两人的关系 爱玛跪在地上失声痛哭 子爵梦和证明外科医生之期的美梦 同时破裂 他想恨查尔斯 但查尔斯对他很好 无总挑剔 他除了买买买和忧郁 什么都不需要做 而他消费出来的债务 查尔斯也毫无怨言地承担 而商人此时 还引诱爱玛穿上漂亮的裙子 去大城市参加音乐会 音乐会上 爱玛再次遇见了莱昂 久别重逢 再次燃起了爱玛的新火 现在的他已经抛弃了束缚 只想追求虚幻的爱情 他再次出轨了 查尔斯的父亲去世时 爱玛仍继续着 和莱昂的不正当关系 他的经济依靠查尔斯 他的情感依靠莱昂 他的所有快乐 都建立在查尔斯的痛苦之上 巨额账单送到家中 查尔斯在晚餐时 终于忍不住告诉爱玛 他的能力 无法支付这高昂的账单 人应该知足一些 那些浮华的东西 并不是必要的 并不是每个人 都能过上富裕的生活 爱玛执迷不悟 倔强地要自己还钱 一万法郎的天价账单 一个没有工作的妇女 如何承担 商人让他图谋 查尔斯父亲的遗产 爱玛拒绝了 他已经无言在向查尔斯 索要任何东西 爱玛去找莱昂 他以为两人之间的感情 会让莱昂心甘情愿地 拿出这笔钱 而莱昂当着所有人的面 和他划清了界限 再多的共同话题又怎样 莱昂也只是贪图 爱玛的肉体 如果再不还钱 法院就会收走他们的房子 走投无路的爱玛 又将希望放在了子爵的身上 然而子爵作用巨额财产 却只给爱玛一句 没钱 这些男人没有一个靠得住 小说中解救女主 与危难之中的男主 不会出现 现实又给了爱玛 郑重重一击 痛苦的他 去教堂冷静 而这个救赎世人的圣地 也容不下他 他被赶了出来 他决定当掉自己的 嫁妆还债 那时他死去的母亲 给他留下的唯一一件礼物 一套香着金丝的 桃子餐具 精致而又华贵 查尔斯想要支持爱玛 要还清这些债务 只是要舍弃现在拥有的一切 从头奋斗而已 他并不值得爱玛 为此当掉母亲留下的遗物 但经过了这么多以后 查尔斯的话 对爱玛来说 是嘲笑和羞辱 也是他无法再承担的愧疚 他将自己所有的东西 打包到商人那里 当掉敌债 那套爱玛 引以为豪的滑轨餐具 只支一个钢盆 爱玛还想向商人借钱 但商人已经不可能再借给他 甚至不惜再次 付出自己的肉体 但商人狠心拒绝了 他的眼里只有利益 没有感情 商人绝对不愿用一万法郎 换取爱玛的头怀送抱 爱玛幻想的爱情 爱玛一直在追求的 浮华的生活 通通化为了泡影 他引以为傲的容貌 他自食甚高的品位 都毫无价值 久望的爱玛 偷偷拿了 承尔斯最后一个物品 一瓶毒药 他喝下毒药 跑进丛林 最终毒发倒地 成为丛林中的一片枯叶 也只有在这远离 俗世纷扰的丛林 才会有童话一般的美梦 回望爱玛的一生 是个彻头彻尾的悲剧 他年幼丧母 父亲不懂教育 像杨小猪一样养育他 爱玛一直缺少父母的教导 而修导院教习的 是贵族的知识 爱情小说 又赋予了他爱情幻想 环境培养出的欲望 和爱玛的身份 地位并不匹配 当一个人的欲望 与他的实力不匹配 就注定会陷入痛苦之中 一直不安事事的爱玛 踏进婚姻的那一刻 也是踏进现实的那一刻 作为一个农家女 她不可能顺利地嫁入豪门 门单户对的婚姻 又无法满足她对情爱的幻想 心思单纯的后果 就是无法识破伤人 自觉的诱骗 容易亲信他人 在追逐情爱的过程中 在商人的诱导之下 在自觉的算计之中 爱玛打开了欲望的大门 在情欲欲中放纵 迷失 追踪爱玛的情史 乍看爱玛是个心思放荡 不知廉耻的女人 实际上是社会现实 一手促成了她的悲剧 自觉的欲群故纵 丈夫的放人自留 商人的寻寻诱导 凉杨的趁虚而入 每个人都为爱玛的负面 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 而爱玛最大的错误 在于一直将自己虚荣浅薄的幻想 寄托在他人身上 不停地逼迫丈夫 要求情人 恳求子觉 一直到最后 她还希望商人能够大发善心 从未想过用自己的双手 实现自己的梦想 从这一方面看 她还不如为了生活 被悲柴 洗衣的妇人 本影片虽然改编自 弗楼拜的同一小说 包法律夫人 但与原著的差异 还是挺大的 原著描写了一个时代 将爱玛的悲剧结局的原因 更多地归结于社会 归结于女性 没有选择爱情的权利 没有工作的权利 只是男性的附庸的社会 而影片精简的情节 突出了爱玛 虚荣烂情的人物形象 将悲剧的原因 更多地归结于爱玛自身 归结于她的虚荣 这正是本片的意义所在 因为我们每个人心中 都住着一个爱玛 我在批判爱玛的时候 感觉也在批判我自己 爱玛虚荣是表象 真正去世爱玛 追求情和欲的是人的欲望 人都有自己的欲望 而欲望是永远无法填满的 我们每个人 都逃脱不了被欲望操纵 一直被她支配而不自知 并不会因为没有 如同爱玛一样出格 幻灭而高尚 婚姻与爱情 理想与面包 当欲望照穿现实 谁能独善其身 我们来说 我们来说